面胎也叫做面视镜麻痹 指的是一侧面部表情机的瘫痪 表现为眼睛鼻孔无力 口角弯斜 额纹变浅或者是消失 一侧的鼻唇沟变浅 或者是鼻唇沟消失 那么这是面胎 那么面胎有很多种情况可以引起 像常见的我们叫V20面胎 还有像瑞姆亨的二十综合症 也就是呆状炮疹引起来的面胎 这个在临床上这两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可以引起来面胎的原因 像三线炎 像中二炎 像停身经流等等 也都能够引起来这卫星的面胎 或者说能够引起来面胎 当然各有不同的原因 在贝尔市面胎和 瑞姆亨的二十综合症 在这种炮队引起来的面胎里边 很多的原因 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说的中风 就是感受了风寒邪气 当然了这是外因 并不是引起来面胎的重要的原因 我们说外因是条件 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 那么引起来面胎的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由于劳累体质下降 很多面胎的患者 在发生面胎的时候 往往都是有阶段性的疲劳 劳累这种情况 或者是休息不好 或者是事情比较多 比较累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呢 劳累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受风呢 这是一个用意 当然了 这个里边呢 大家当然不能把这个面胎和中风 这个病交织在一起 中风病是另外一种病 它就是脑血管病 像半身不随 口眼外险 是另外一种病了 所以呢 不能把这个面胎这个病 和中风这个病 挥合在一起